香港足球明星隊慶祝 偉大祖國奪得第一金 要唱國歌 他不是慶祝江文維 應該是慶祝中國的偉大祖國 我看見這些 我其實是這樣的 可能你們不承認 我們的確是中國人 雖然中國這個身份 我一點也不會覺得是有驕傲 但是不能不承認 我們在說廣東話 寫中文 有時候在想 你究竟這班人 是真心去愛國 因為耳朵也是愛國 這樣是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們是正義不同 只是 不要了 現在差不多是時候了 我們拆鞋拆到夠位 拆你了 因為這是明星足球隊 拍下來 放上微信 微博的 愛人民幣 是愛人民幣 是專門去賺錢 當年也有些是按鈕鈕鈕的 因為真的有人不喜歡這些東西 但是我想問 我只是想問 我不會批評 不會笑 這裏整班人 裏面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 去批評一下 或者 去問一下 我們國家出的問題的情況 去關心一下 有沒有聽過 譚明倫也有的 譬如1989年的時候 帶頭奶粉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出過背負聲 愛這個國家 突然間教培行業一下子被人咬了 鐵鏈女有沒有出過聲 鐵鏈女 基本上這些都不需要說 不關什麼政治態度的事 這群藝人有沒有出過聲 唐山打人 這群藝人有沒有出過聲 甚至我們才會說 提起這些事的時候 那麼大個國家當然有 我知道當然有 有沒有人 會說 為何我們億二 十億 百億 千億 這樣去一帶一路 我們那些 小朋友 連校車都搞不定 連那些膳食 費用都可以被人穿上貴桶的 六十六個省縣市 沒有人說的 六十六億 我忘記了 六十六個省縣市 算了十幾億 那這群人有沒有說過 何來你憑 我怎會覺得是關心祖國 愛國 問問問這群人 有多少有愛國護照 有多少子女在愛國書 我告訴你 這些是混蛋 我不排除裡面 會有些好人 因為我認識皮羅王 說我認識他 當然他未必記得我 但我真的是很真心 真誠的人 亦都不排除有人按鈎 但是你既然如此愛國 現在國家是有問題的 真的沒有問題嗎 我們國家 委內瑞拉 北韓 其實都很快會離開你的水準 最近和前陣子的雨災 水災 有沒有捐過錢 別說捐錢 有沒有出來呼籲過 不公道啊 要你們捐錢 我們沒有捐 有沒有出來發起 又來一個 韜韜千里 不過話說話 浸得很厲害 你有沒有看丹東那條片 一秒鐘三萬立方米 水量 一秒鐘三萬立方米 水量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三萬立方米 浸到 阿金仔 也走出來劉德華這樣 走一下眉頭 我又要問 以前我們也有 李克強總理 有很多溫家告總理 又有朱鎔基總理 甚至乎江澤民 把橋虎丘都上來這裡 走出去 現在沒有了 李克強去哪裡 沒有了 沒人去的 水災浸 又沒有一個人出來 不要說什麼捐錢 呼籲搞晚會 然後就在那裡 吐心 原來你們 酒精扁 叫你老母子 大家 看著大聲一點 口大一點 莊嚴一點 放上微信 去賺錢 賺到什麼錢 我真的想問 如果不是那個人賺到錢 譬如有些人賺到長弱 譬如彭命倫 有些人都不上去做事 那不是為了賺錢 真心的 真心的 為什麼國家不可以批評 我才能這麼說 我不要說你們假 你們是用一個錯的方法來愛這個國家 種夠他 你怎麼種就沉加產 你怎麼想這番賭賭來的 我多想 你怎麼想跟譚詠麟 冰色前言 終於可以播他的歌 一起吃粉絲 我又再說 不要再這樣說 吃粉絲我真的覺得沒問題 我吃粉絲給他吃 吃粉絲是好想閒 對比其他那些惡行 對不對 吃粉絲一個人可以 說他而已 兩個老婆 兩個老婆 第一個 做什麼 有什麼問題 吃粉絲在黃道 老實說 如果我有粉絲 我認為是吃粉絲的 他願意給我吃粉絲的 叫我WhatsApp 66982429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當然要 屌你有沒有 真的 其實人們 都會罵吃粉絲 從來都不知道多多 屌你了 後來結婚了 屌他現在都是粉絲來的 屌你有沒有 不吃嗎 走過來 你這麼迷我 屌你有沒有 OK啦 屌你了 一度吃一度唱歌 每次我撞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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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你了 屌你了 好了 這個 我看到我們的老朋友 在法國就說 你們不要罵我 其實法國也不是很熱 其實沒有冷氣 也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我也認同 但是 我們尊重他的文化之餘 現在你搞一個國際城市 我覺得主辦方 要尊重一下 離世世界各地 不同的運動員 真的要去關心他們的 你給他一個冷氣 可能會開他 沒有說錯了 完全沒有你開 屌你了有沒有 好了 膳食 60%是素食 真是瘋了 結果那些運動員 屌你了 原來每一餐供善的時候 大家屌你了 雞 一下子就不去吃 一下子就衝過去 就屌你了 好像家族公民那樣 為什麼 你遲些就沒有了 我不夠營養 不夠蛋白質 我吃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你們從這次的開幕開始 整個 這個奧委會 的酬白 就是法國 我不相信 全部是左營 我肯定不會 但是 現在的社會風氣 你明白了 修孫 我想提出一些意見 你一提出他不是說 這樣不行 他就說 你是歧視 你這個不要那麼想大 就不想出聲 結果就搞到 屌你了 運動員 現在不是我講 愛好 最少有起敗韓國的人 其實不止 搬離了修孫 他受不了 屌你了 其實 其實 我不知道 20度涼涼涼的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熱 他不是怕 他應該要環保 要逼人 各個林超英 屌你老母 林超英 是傻了 一條呼嚼 屌你一個月 屌你老母 你春袋都有氣 混蛋 給點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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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長嚇壞了 沒有冷氣 睡在紙床板 不要緊 他竟然是要跟10名隊友 分享兩個浴室 結果 只是他那裏 他們這11個人 他說第一天已經有五魂 屌你不住了 這個是更加大的浪費 對於你興建選手村出來 好了 美國體操運動員 Fedrick Richard 說 自己 幸好 他被迫就把自己的床墊 把床墊搬進去 他說 因為 現在他們每一個選手都在抱怨 不是我們這些反左膠 在抱怨床鋪 所以 我們 他們是體操隊 專門把床墊過來 因為你睡得不好 你怎麼可以有好成績 吵你了 澳洲榮首James 這個叫James Madison 有鼻音 他說 因為我贏了冠金牌 刷新不了的 他問我 我就歸咎 主辦國要追求環保 低碳 素食 他說 他們選手村提供的食物裏面 素食必須佔有60% 因為這是奧運章程 這是法國 奧委會的章程規定 真是瘋了嗎 老實說 你一定要有素食 供應給 吃肉 不吃肉的朋友 但沒有可能的比例到60% 我吃肉的朋友就跟你吃素 凡親左翼就是這樣的 霸道 霸道到極 我要說一下 一點也不包容 我告訴你 他說當日我們去操練 2011多 操練我最記得的 這個故事很出名 操練去佔領中環 就曾說過 坐在我忘記哪裏 馬路那裏 只是演習而已 吳文軟 多噁啊 真是倒地 劇本不是這樣 鏡頭不是這樣 他真是說這句對白 這樣不漂亮啊 接著 我們的老友方就叫他老母 叫他老母嗎 左膠 我兩個多膠 接著 吳文軟說 你說什麼 你是誰 你說什麼 好了 然後呢 吳文軟了 阿方哥 因為我們中間 那些人在馬路中間 我們過去坐 阿方哥在這邊 在對面馬路 你講什麼話 就走過去 吳文軟了 然後 我仍然跟阿雞在那裏正在做 我心想 你有沒有來過 難道你夠膽去 阿方哥 我們沒有想起床 因為方哥一定會抽人去 是不是 因為方哥 他有一點盲力的 是不是 好了 我一開始看 吳文軟了 那時候好像慢鏡一樣 文軟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發了粗了 沒有爆粗 是呀 幫我爆粗 即是這樣 你說什麼 我說鏡頭不是這樣的 好了 來勢洶洶 嘩 那時候我還沒做旅行 周晴 是呀周晴 無論如何 我心想 我在那裏 你裏呢 裏你裏就去 當他去到方剛面前 方剛來的 韓國哥 我心想說你這樣沒有奶 你突然間推力 四步 三步 兩步 打 誰出拳 然後突然間 文軟 先生你貴姓 他真的是這樣 先生貴姓 我喜歡 阿方剛 我喜歡 阿方剛 我叫波仔 哈哈 撩你好不好 然後說 我心想 你撩你好不好 什麼事呀 嘩 好一場表你那麼龍珍虎鬥 竟然 先生為成 化江戈為玉白 好 撩你了好不好 但是你又可以看得出 喂 他們的mindset真的是這樣的 你們要跟他的劇本 要這樣 才感動人 意思是這樣的 這個澳洲選手 James Madison 就說 他開幕禮的前一天 他們選手村裡面所有的肉類 奶製品 全部賣了 第二三天就補不撤過 補不撤過 主辦方就沒有料到 原來運動員 他竟然說 主辦方就沒有料到 原來運動員 多數喜歡吃肉 和奶製品 哈哈 我撤你老母 是不是和尚來呀 混蛋 你真是瘋狂了 你這些傻傻 奶也沒有 你真是瘋狂了 不是呀 老實說 我放在這裡 你們不吃 我收回 你去捐有很多東西 還有人家吃完 你以後也要補到貨 不是呀 喂 可能不想你 老實說要吃炸 真是瘋狂了 他說主辦方沒有料到 原來那麼多運動員都吃肉和奶 而且 他們各個選手 在選手村裡去體育館 競技場 賽車場 等等的比賽場館 跟普通人一樣 竟然是沒有安排 真是失陷了 失陷了 他們要搭大眾交通工具 韓國游泳聯盟就說 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已經把 六個韓國游泳選手 搬來選手村 搬去 游泳場館 附近的酒店 走去 即是需要五分鐘 一早就響了 當然會不住選手村 而且酒店裡有肉吃 又有奶喝 又有冷氣 床又是舒服一點 有些女兒來吵 吵你了 我是刺冷線的 好了 講完這件事 我真的要支持 我沒有看的 但是我一看這些 因為現在的網民 那把口都讀 不過不要緊 我覺得 就算怎樣讀 怎樣不同意見也好 都是真理越辨越明 無所謂的 吵你就說吧 話說 這陣子 直播我們關注的右水 劍擊 其實無論開 也好 Viu TVB也好 都請了很多不同的 港台就沒有看了 我 真的請了很多 不同的 所謂的專業評述員 在劍擊隊 游泳隊 他們有些可能是現役的劍擊手 不過他們真的成績不夠 去奧運 有些可能是退役了 或者 都不等的 或者熟悉這個運動 好了 當然 表演 主持 各樣東西 看不慣鏡頭 口舌也未必變級 也沒有專業訓練 你就真的不能夠要求他們達到很高的水準 但是 就是 說到他們的運動 老實說 如果是劍擊 不是他們 有些人在 你都不能認識 為什麼呢 你都不知道規矩 起碼他們會 說到規矩 給你聽 如果你是運動員 例如李麗山 那些 他就未必很熟過運動 但他能夠從 運動員的困局 那個處境 未去 有個同理心 我們都很喜歡聽 好了 有一個女孩子 之前我沒有聽的 朱家王 不是 就是 蓮逆熙 蓮逆熙在 TVB 裡面 說劍擊的 其實是 Coco 蓮逆熙 一般 他日前在直播裡面 淚灑人前 結果就被網民狠批 我們先說一下 什麼事 江文慧 你媽媽翻版 朱林志玲 什麼時候有這樣的 江文慧被人叫他翻版 林志玲 不是啊 我反而覺得他那些氣質 各樣東西像朱玲玲 不是林志玲 是呀 朱家王就陽光女神 今屆跟朱家王一起 在電視台 TVB 做主持的連役Koko 因為說他的樣子像聖夢小花姚卓飛而受到關注 姚卓飛是什麼樣子 29歲的Koko除了漂亮之外 他專業評述也獲得網民的欣賞 而他在好朋友江文慧 打到金牌之後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亦都令到觀眾深深感受到兩個人真摯的友情 得獎 的運動員值得加他 付出了努力而飲行的也不應該忽視的 在男子重劍32場比賽入面落敗的香港劍擊隊隊員何偉恆 和連役Koko連線對話期間留下藍而淚 連役Koko在感染下也忍不住聲淚俱下 為一個隊友打氣令不少網民感動 老實說 先不要說他是不是一個 很專業的評述員 就算是很專業的評述員 你現在的評述 如果 你硬要說 他是評述一個香港隊 內部 例如香港劍擊大賽 這樣 聲淚俱下 都有點不後悉 但我都覺得沒什麼大不了 因為有時候 是很真摯的運動 更何況 這是你的隊友 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你也知道他們付出了多少 在訪問裏面 看到何偉恆 男兒有淚不清淚 很多時候 你跟老婆吵架 男人一流馬來都知道 女人都心軟 很多時候 於是 他 在那一刻 觸動了 亦想起自己的 那個 那個 留下感動之類 大部分網民 沒有問題的 拜天 但是永遠 這個世界上有些恨憤的 永遠有些 總而言之我比你高 我看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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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講去 你說得那麼厲害也不要緊 首先 你自己 現在要完全跟忠 切割 改名 譬如我馬建賢 不要叫馬建賢 不是 我看不穿 你這樣爬一扇怎麼擺 我看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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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黃的 為什麼 因為MIRROR那一扇就代表他黃 我看不穿 你這樣我們真的很難搞的 老實說 我就是炭硬江文維 我都說了 如果他講說話就要吵他 他做虧行就要吵他 他現在 喂他已經是虧行了 因為他在中國國讀書 那你就大人把人吵了 吵你了 什麼問題啊 劉曉波是不是在大陸讀書啊 你真是 那些人瘋了就算了 我告訴你 不問是非 不問立場 不問是非 不問立場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藍絲啊 他有什麼藍絲啊 那你黃絲 起碼你不要先回大陸 現實一點 更何況 其實 我真心覺得 包括 杜凱琴 是不是杜凱琴 聽黨說跟黨走 他輸了 但是他的表現 我覺得他的表現 我也覺得他OK的 加他的 加他的 因為他說什麼 他不是說 吵你那些稀行 那些什麼什麼 他不是 好像一小步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不足 還有一大步 真的要奮鬥 你只是這一點 在這一點上面 這個人沒有問題啊 在這一點上面 就這麼簡單啊 好了 誰知道這個真情流露 Coco 就惹來有一部份網民 都是這樣說 以為在看苦情戲 由早到晚 喊苦喊佛 贏又輸 贏又哭 輸又哭 可惜 奧運沒有到哭啊 都不知道做什麼 哭很正常啊 連易熙 有回應的 他說 其實呢 你經常看到我好像眼濕濕 純粹是我的眼本身比較敏感 以及已經連續通頂三眼 所以對眼很累 只要昨天看 在男子重劍比賽怎麼這麼感觸呢 不夠專業要在鏡球面前哭呢 因為作為隊友 我了解到大家背後付出的辛酸 真是盡了全力 想贏 但結果未盡人意感受好心 未盡人意感受好心 真情流露控制不住 忽然湧上來的情緒 以及那人不夠分 情緒是波動大一點 我知道大家開電視 不會想看別人哭哭哭 以後我上鏡會控制好情緒的 他也說希望大家看比賽時可以集中看運動員的實力 而不是外表 他說實力和外表是毫無掛勾的 大部份網民其實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永遠都是黑友的 Coco年逆禧中學 又是獨女伯 又是家中產 以後你做運動員 麻煩你 我一收運動員了 我是港隊 陳麗玲 是你住哪裏 樓面上 不用問另一句 不是人家的幼稚園 問你住哪裏 打什麼車來 不是 是一定要找我 我發生事被人吵 一定要 你住在哪裏 城寨幻達堪 這樣就行了 劏房 我住劏房 這樣就對了 張家朗 買樓被人吵 為什麼 我怎麼問這裏 他不是自己實力 他買什麼樓 哪裏 拿到這樣的獎金 賣人家的意思 可能會 怎麼搞錯 好馬 在這個時候 可能是人家拿了 也要被人吵 澳運金牌 不帶誰帶 他不是自己實力過 他不是自己實力過 其實是這樣說 在世界各地 香港的獎金是最高的 但是 香港的生活水準那麼高 而香港的商業市場 其實不是很大 你不一樣 譬如說你是 費達娜那些 當然不一樣 好了 他是要拿奧運金牌兩屆 他才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 兩屆奧運金牌都捱窮 不一樣 這世界沒有希望 老實說 他 你以為大陸那些金牌 要買出來嗎 他帶了一百幾十萬 當然 那麼圓要我不喜歡 但是 他憑他自己來 他拿個法拉利 真的沒有問題 或者是日日不贊助 就算他自己買 最多說他不會戰利財 真的沒有問題 費達娜都 代言無力士 沒有問題 一人那麼喜歡他 那些人什麼都看不過眼 好了 他在香港大學 讀 圓景建築學系 說是first on 為了追夢當全職運動員 他就放棄做 當建築師 在14和18年的亞運 他和朱家網 原來是同隊的 江文慧 就贏了兩面女子重建團體賽的同牌 上屆京奧 也有和江文慧 和余善恩 和朱家網 在類似團體重建 不敵中國隊 第七名完成比賽 29歲 現在轉來跑道 這屆沒得代表 出來評述 如果你問我 我對於這些真情流露 我更加喜歡看 反而是 就是要美女 美不美我都不太覺得 沒什麼懷疑 另外 大師兄 真是大師兄 張小倫 張小倫在開TV 開TV 如果說這麼多來講 他最好的評述 不知道是不是 李德納在帶著那個節奏 我覺得是一時時的 有時有些台 港台我沒有怎麼看 我覺得是最娛樂化的 剛剛退役的 男子花劍的大師兄張小倫 可能撐不住了 前天爆撕 我看看怎麼爆撕 他說 做香港運動員就是這樣 一有成績就在那裡呱呱吵 沒有成績就在那裡 有成績 有成績就在那裡 這麼小的地方 出到奧運 冠軍級 運動員 你猜容易嗎 要犧牲幾代人的努力 付出 犧牲幾代人的努力 運動付出的年輕人 你又懂得多少個 麻煩大家評論運動員 就不要像 電視台做評述那樣 馬上口德 每個都要去講專業運動知識 給你們聽 雖然我們都不算很專業 但我們在流行的運動員的血是一輩子的 希望你們可以分享多些運動員的激烈 他說20年 有得去參加奧運的運動員 我們都要幫他打氣 沒有得 去的一樣 在不同的崗位默默努力 無論輸贏 是不是都是要尊重運動員 他們用人生最青春的時光用努力 以至克服不同的傷患 和比賽 只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踏上頒獎台 證明自己 就算沒有得去 奧運的運動員 都很大勇氣 才可以走出來做運動旁術的 還要給大家批評 我性格就是這樣 有改過說過去 不喜歡看就好像在電視 關機或者轉台 今晚繼續在台上 香港運動員無論輸贏 永遠都是我心目中的世界一 世界冠軍 意思是說 為你們 體諒一下 評述的運動員 可能做得不好 或者做得不好 理想 你有這口氣 我是明白的 當然對娛樂圈就不是這樣 真的有意為不說 但是他作為大師兄 他的三十多日後 我覺得OK 當然出來吵架你們 幹什麼 吵架你們 喂 你們真的要 去 他們做得不好 你也體諒他們不是專業 應該要這樣 而且 就加油了 第一次做得好多 你看哪裏被人踩 忠子光 連踩20個鐘 突然說TBP要人踩那麼多 但是為什麼要踩那麼厲害 我也是個管理案 但是今晚有機會的 因為我昨天看到 何思培 他游了52秒8多 即是53秒 他對手排是3 最重要的是我看 何思培 他一開始都是 均速游 臨美加速 於是他會 53秒 如果前面游快一點 200米 現在是100米 他最長行 不是200米 力大一點 就是那個氣力 他如果游到 他的 個人最高 未必是最佳 接近52秒 那就有機會下金牌 大家要捏 大家要捏 因為 200米贏 他那女兒 忘記了我昨天才說的 澳本海拔 差不多 澳本海拔 差不多四個次 澳奶不知道什麼 因為他是很 常的 53秒內 其實何思培也不是很用盡 你看到 要什麼用盡 進去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時間 你好像 二大利仔 娃娃哥游第七線 贏了 偷雞 偷倫島 英國的貫軍 他都說 就是因為第七線 我在旁邊 人家真的未必會意到你 尤其是 娃娃哥那些 你這樣 你用眼角來 你去不了 第七線 那些中間 通常是四五線 你如果 反而自由式 你向開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 如果有人追上來 以上言論當然引起 迴響 他昨天直播之前 張小麟 記者再問他 他說 其實他只不過是因為覺得 所有運動的運動員都付出很大的努力 無論可不可以參加比賽 或者在各大電視 或者在公開場合 做平術的私底私妹 都很用心做好內事 我作為大師兄 我看到他們不斷在網上 被無理抨擊 實在看不慣 希望為他們發聲 至於別人吵架我 對我的抨擊 我的心臟強大 我沒有問題 但是對於平時 做好運動員訓練的 本分的私底妹 他們真的未必能承受到 因為是扣生的 剛剛出來的 所以 所以希望為他們表達心聲 記者問他 你現在在開 TV 裏做平術 你覺得怎樣 他說 我覺得 你不要做好運動員 做運動員 不習慣 就更好本分 每天操練就可以了 但做電視台平術 我事前做了很多功夫 又要化妝 又要做好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每天做麥克風 阿正就習慣了 說真的 我當然明白 別人更加嚴謹 第二 對著4、5個屏幕 有時要打開這個燈 打開那個燈 一時之間 有時連看哪裏都未知 又要看稿 又要看現場評述 喂 這樣有些瑕疵 這樣太不了了 等於你講波 那時候未必是雄副資 他出身 也會的 好了 另外 張家朗 花劍 正義大約的阿軍 昨天都說了 這些 就不需要想得那麼多 其實他們都懂得的 他就出了 編輯說不會糾纏 亦都不會把自己的失利歸咎 他說 我聽到很多種言論 譬如說 是他們搶手的金牌 裁判可戶等等 他說 對於每個 運動員來說 我學到的在這個運動裏面 就是要尊重裁判決定 一直都是 我亦都認識這兩個裁判 我亦都不會想 把失敗歸解他們 當我冷靜下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其實我在一個這麼激烈的 賽事上面 拿到第二 就好了 亦都有一個 朋友 他亦都有一個偉大的冠軍選手 不知道是誰 意大利法國最多的選手 跟他說 拿到獎牌就慶祝了 不是一定要 老實說你問我 你問我 我當然希望張家朗贏了 不用說了 但是其實 在那刻下 我也是替他慘的 為什麼呢 不是說裁判 不誤判 去到這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除了你說的心臟強大 好像張家朗 其實有很多運氣 是不是 那你 沒辦法的 但是這個運動的風度 是應該要有的 他說 畢竟人生充滿障礙 有時候你人家克服 有時候你會被擊倒 那你能夠跟別人不同的 就是你能不能夠繼續 站起來 繼續向前走 那麼人生 和運動都是如此的 好 休息一會 好 休息一會兒 別人 就算了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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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